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如果看到比较好的文章会慢慢把更新速度提起来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值得翻译的东西 我们觉得那就不会像之前那么频繁 但是一个月总应该会有一两次的分享 那年终的这次分享呢我们就不写文章了 就直接改为用podcast的方式来录制 那我也懒一回 今年的总结感觉和去年相比的话 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点 更多的是反思对去年的一个回应 去年12月我写了一篇文章 是那个透镜社年度总结 加速世界 着眼未来 今年如果要重新写一篇文章的话 那标题大概为世界依然加速 或者是世界依然处于一个非线性的加速过程中 这样的类似的这种主题吧 那依然加速 但是我们能看得到和去年相比 一些所谓的裸勇的公司慢慢开始出现了 严格来说那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 我自己来说要庆幸的是 去年着重看的企业和下注的资产 应该来算并不在罗永的行列里面 那云类资产里面有一些公司又很特殊 所以因为他们产品的特性 所提供的服务 更类似于这个 这个大宗商品类的特质 导致他们的业务不太被市场所理解 有很大的波动 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说白了 真正理解业务的人还是少数 即使在所谓的专业人士里面 那理解业务的人依然是少数少部分人 那去年在这个事情上做的判断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成立的正确的 就是在获得广泛的共识之前 那大家即使如果看得懂业务 它的估值依然会随着这种市场的变化 而发生两极化 你会看到涨得很快 你也会看到跌得很快 尤其是50%的下跌 现在已经是很频繁的一件事情 那我记得去年再聊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二级市场一级化的特点 那这一点我依然觉得没有改变 甚至更甚了 更加是如此 我觉得这个趋势基本上是不肯利的 一级投资的情况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更注重上市后的一个表现 因为估值的波动也好 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历史时间 以及特殊的历史事件导致的这个结果也好 科技发展的复杂性 以及和金融科技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全球化 渗透 导致了这个公司不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 走过生老病死的一个这种物种了 就你以前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在 比如10到15年左右走完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状态 就后面可能好好或者不好 它都相对明确 就如果还能好 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好那就不好 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看得到很多企业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 不断进化下去的一个一个物种 所以投资远比当年来说照比 就是照搬那个商学院的那个案例 要管用的年代要难多了 你在20年前绝对想不到会有像crypto 这个这个数字货币 或者说像这个这个metaverse 元宇宙 或者这个decentralized的那种这种结构 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 以及去中心化的这种金融体系的 金融的创新公司出现 所以你就很难预测下一个20年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你想想可能SpaceX在10年前 可回收火箭简直是天方夜谭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次的 不止的这个次数的回收 所以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确实在很多时候 人类在很多时候 幻想的要么太早 要么感知的太晚 所以说到这个 就想要先聊一下metaverse 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我们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在看Matthew Ball的一些内容 他虽然不是唯一一个 聊这个元宇宙概念的人 而且他也不是发明这个概念的人 那确实他是比较早 可能强调这个概念重要性的人之一 理解相对比较深刻 那现在可能因为已经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风口 那聊meta的人就太多了 不同理解的人也有很多很多 大家对他的理解 对他的展望 对他所就是带来的可能性 还是认知不太一样吧 那比较多的人会错误的理解成为 是我们会像 像这个黑客帝国 或者说像这个头号玩家那样 就直接 就是HBUB的 就是住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生活 或者说他虚拟世界的这个 这个所占的时间 远远超过你在物理生活中 所荒废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最多只能勉强解释一部分 这个元宇宙的含义 或者说他也片面地理解 他所蕴含的机会 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 那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虚拟 和现实的这种互换 或者说叫虚拟移民的话 他并不能实现相互增强 以及融合的这个概念 那你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就意味着你是在横向的 copy and paste过去 就是你把这边的东西复制 把现实中你所有能做的事情 全部复制到虚拟中去 那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难道虚拟的就真的会 比现实的要全面的好很多吗 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很多吗 显然不是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能看得到 在这个事情的理解上 很多人还是不够深刻 或者说 要么其实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要么想得太早 要么感受得太晚 那好像上个月吧 我看到那个基奇的 那个奇迹论坛提出过一个 一个概念叫数字乱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接地气的一种理解 因为这种概念是 metaverse可以赋予的 真正可以落地的 现在能看得到的一种应用 因为数字乱生就意味着 现实和虚拟完全的交互融合 和相通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如果你听了最新的一期 奇迹论坛的分享 那我觉得就会有一些 模糊的答案出来 那数字乱生所产生的产品 理论上讲会完全改变 我们现有的数字交互体验 那提出这个概念的 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想着说 工业化互联网的这个改变 但我想的也会稍微不同一点 因为我主要是在看 我所看的资产 在这个概念之下的影响和变化 那这种交互的变化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其实因为交互体验的变化 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在我们转化为触屏手机之前 那整个世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的 那触屏手机普及以后 整个世界又在那个基点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只要看看 过去15年的变化 你就会觉得很震撼 其实那Metaverse的概念 其实是可以理解成为 类似的一种转变 它进一步改变了 我们和信息交互的方式 以及体验的方式 就很多东西可能会最后 让你觉得不敢想象 有一个应用点 我觉得可以聊一聊 就是去年一直在看的一个行业 就是博彩行业 Sports Betting 跟那个iGaming行业 就像上面所说的 那个体育博彩和iGaming 就是在线的赌场业务 那互动体验的改变 或极大的改变 这个行业所会给用户带去的体验 因为它是直接 首先它跟钱直接的打交道 所以当它的互动体验 发生变化的时候 极大的改变这个行业 产业本身 不是很难理解 我觉得 因为它的变化 比互联网的那个变化 要相对来说容易判断一些 因为本质上来讲 所有的科技的发展 理论上讲 最终都是对博彩业 更有利的一件事情 因为博彩业的目的性 比所有其他的互联网 各种新的形式吧 要更加的纯粹一些 简单一些 就是我希望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最后希望你下注 不管你赢也好 输也好 开心也好 还是不开心也好 我最终的目的 就是让你下注 因为你如果不下注 这个行业就不会存在 如果你不频繁下注 或者说让你 这个整个行业 往前发展的 根本逻辑 其实就是让你下注 所以不管你提供 怎么样的更好的体验 更有趣的游戏模式 更刺激的下注逻辑 最终博彩业 而整体而言的目的 就是让你进行下注 下注的评次数额 以及最终的这个体验的 对消费者本身的影响 决定了这个业务 和相应公司的财务贡献 最终对不对 我们在看大数逻辑之下 以及统计学的概率分布的话 决定了整个行业 本身本质上而言 那绝大部分玩家 去玩的时候 一定是以输为主的 所以因为博彩业能赢 所以它才会一直存在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玩呢 在过去是因为很多人抱有侥幸心理 对吧 你去参与博彩的话 是因为你希望自己是赢的那个人 就跟你买体育彩票 是一个道理 对吧 你玩主彩是一个道理 你希望你自己是赢的那个人 只不过这个概率 你虽然没有算 但其实你也知道不是那么大的 但是奖金额够高 所以刺激了很多人 还是参与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 是因为这个概率的包装的背后 是体育比赛 所以它的形式足以让你 就是勾起你的兴趣 而不是简单的买六盒彩那样 对吧 就是摇双四球那样 去存玩数字类型的概率 那在新的交互体验下 这个逻辑依然是存在的 但是可能新的交互体验 为玩家提供了一个 即使你输钱 或者说我就是只是 就是没有赢 但我也愿意去参与的 一个游戏场景 这个其实就是 他们最近在聊的 OSB的一个 就是Sports Betting 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要素 就是为什么 同时你也可以理解到 为什么迪士尼最近 他们宣布说 可能会大举的投入到 这个行业中的原因之一 因为Sports Betting 就是体育博彩 不再被普通的消费者 被看作是赌博 它就跟国内的体育彩票 是一个类似的意思 就是你参与过程中 实际上你是在感觉 这是一种娱乐服务 而不是赌博 所以它跟Sports Betting 跟iGaming还有差异 那玩21点 其实明确来说 就是我跟你对赌 对吧 我知道 我的牌跟你博弈 但体育的博彩 不太一样 因为体育元素 加博彩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 再加上新的技术 交互革新的话 那原来的门槛 比较高嘛 比如我上网 然后我要看很多 这个开户 乱七八糟 然后看哪一个比赛 然后看赔率 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 你需要有太多的前期准备 或者说学习门槛 你才能进行下注 那原本门槛极高的这种体育博彩 在新的这种体验互动下 或者说新的逻辑之下 它会变得更加立体一些 比如说在电视上 它植入它的下注 或者说在计时的这种下注形式 并且降低下注的难度 那这种互动体验的改变 可能会使整个行业的这个Time 这个总体的市场 发生完全的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体育博彩 在去年获得了比较大的一个 关注的一个核心原因吧 虽然最近回收的比较多 那我觉得即使是抛开 Sports betting不聊 只聊这个iGaming iGaming的领域 其实就是在线的体育 在线赌场 在线赌场业务 其实一样会受到这种 技术变迁的极大影响 让这种互动门槛的 这个互动的门槛降低 乐趣上升 社交性同时也能上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例子上 Metaverse的核心点 其实是更利于 这个行业的发展 在数字轮升就意味着 可交互 以及一种新的可交互的 沉浸式的体验的增加 更契合用户观看和体验 这个参与到行业本身的一个过程中去 它会促进这个行业的有机结合 跟现实跟虚拟的有机结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认为 因为博彩行业 其实来说 在这个逻辑之下 这么讲的话 线下是不会消亡的 因为线上跟线下是要互相补充的 也就是说未来 你可能会看到 数字轮升如果落地的话 就是意味着 任何的实体的 这种运营主体 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虚拟主体 而所有的对应的虚拟主体 也可能会在线下 有对应的实体主体 也就意味着 虚拟玩家和实体玩家 最终有可能会坐在 一张桌子上玩游戏 比如德州普克 你会看到 可能你在一个线下的赌场里 你看到有三个人在玩 这个德州普克 但同时另外两个桌子 那个座位虽然是空的 但实际上也是有人在玩的 只不过他是线上的玩家 在参与而已 所以这种融合 实际上会增加 整个行业的一个 怎么说 产业空间吧 极大的增加 它的产业空间 最后会对整个产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认为这个是 能看得到的一个点之一 那从这个展开去理解整个行业 我觉得就能清晰许多许多 那当然举一反三的话 你可以到别的行业 也用这种方式去理解 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可能性 其实是互动体验的核心转变 导致了整个行业发生了大的转变 那这个Matterface这边就聊到这里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聊生的话会时间比较长 一期节目也聊不太晚 就暂时聊到这里为止 那接下来我想聊一下今年的一些收获和反思 今年老实说 其实标普500表现可能比很多投资者的表现都要好 因为去年所谓的成长经济制作类 这类公司把科技成长类的公司 今天普遍表现都不是很好 那标普500呢反而是做得比较好 因为可能前面几大的那种核心资产 总体来说都增长得比较稳定 苹果亚马逊Google之类的 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子 就是纵观去年到今年 虽然是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一个年份 但是这两年 其实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 它是只是组成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买资产的时候 一定要看长期资产 或者说至少能看起来拿很长时间的资产 因为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看得到很明显的复利效果 不然你根本就跑不赢指数长期来看 那长期来看 你比如说QQQ SPY SPYG这种数基金 对吧 他们都不太看基本面的 他们都是在按市值 以及各种逻辑不断的纳入新增加的公司 然后剔除一些看起来不符合要求的公司 如果说头部的公司 在未来它的边际效应 都是以科技公司为主 能获得比较大的这种长足的增长 然后又是全球资产 全球业务 那你就会发现 你很难跑赢这种指数 除非像过去一样 你有特别多平庸的公司 只有非常少 可能少于1%的公司 能提供超额回报 那只有99%的公司 都是比较平庸的公司 就这种情况下 你选股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现在有相对多的企业 可能举个例子 QQQ有100家公司 那里面有一半以上 都能提供阶段性的超额的回报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阶段 它表现的特别好 在下一个阶段 它即使表现的没有 像一开始增长那么快 但它也能有 可能15%到20%左右 等这种年华回报的这种状态 那加之它的规则 不断地纳入这种公司 然后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公司 那就说明你选股的难度 会越来越难 你会越来越难跑赢指数 因为你一旦选错一家公司 重仓股之一 一旦选错一家 你就会远不如指数表现的好 然后你要追赶指数的难度 是很高的 对吧 然后如果万一你连续犯错 那就更难了 所以你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跑赢指数 你就需要有很集中的持股 以及很长期可以持股的 持有的这种资产 你忽略到Beta 在跌得多的时候 能补仓 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这个方向 确保你的这些投资的资产 能长期持有 那长期来看 如果我们选对的话 那小部分公司 就会贡献绝大部分的收益 尤其是重仓的公司 这些公司对我们影响是 是绝对大的 就是你 你只要是压中了一两家 你就有可能会跑赢指数 长期来说 但如果你选错 那就也很难去把这个跑 跑输的部分给补回来 所以 呃 长期来看 对于绝大部分来说 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呃 跑不赢指数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阶段性的一个表现 就好像贵途赛宝一样 呃 选股不只是 不只是要承担你的一个 个股的风险 你还要承担系统性的一个一个 对于你个股的影响的风险 就好像有时候 你买中概股 然后中概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最后 不一定是你资产的原因 倒是反正是你各种原因 最后导致 你这个资产可能会大幅缩水 而且也不肯定 那就很透透 所以 我觉得 长期来看 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选股 跟选指数基金 选 选指数基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 具体你是选股还是选指数基金 或者说你两个都做 那配比是多少 这个东西因而异 我觉得 你所处的人生状态的不同 呃 收入不同 你的水平不同 投资策略和 你所遵循的逻辑不同 都会导致这个 事情发生改变 不过 我觉得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吧 从保险的角度讲 从一个传承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选择指数基金 长期来看是 比选择 股票 它是一个更加有延续 能力的事情 你最多 就是可能 比如说 我能选股 我选的很好 我能跑 二三十年的超额收益 那可能我下一代 他依然有这个能力 被我培养出来了 运气那么好 他也能 有这个二三十年的宣估能力 但他不能一直有 就是他 他的下一代 或者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他就不太可能会一直有这个能力 一旦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怎么办 所以说 从保险角度讲的话 那 指数基金 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 从长远的角度看 尤其是 要么你脑力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要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阶段之后 就不太适合选股了 我觉得选择指数基金 绝对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长期来说 没有之意 普通人定投 指数基金获得的财富 就好像那个水滴石川的效果一样 就时间越长 时间 那个效果越惊人 那他回头 回头看 他会发现 可能我 并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 但 你会发现 他获得的财富 那个回报率 远超绝大部分的基金净理 对吧 而且他 其实真的也没做太多的事情 那只是 去遵循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 一个理财逻辑而已 就是定投指数基金 所以总体而言 我觉得 就我个人来说 我会考虑慢慢的 在某些市场 或者说 在某些阶段 把一些一些资产 可投资的资产 转换为指数基金 去长期持有 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我自己去 要花费那个精力 以及去管理可能效果要 甚至更好 只是说配比的问题 好 这个就聊到这里 这是今年的一些 一些反思吧 算是 就是在整体 这个策略上而言 一些反思 从资产的角度聊 今年上下半年研究完的 之后的结果 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最喜欢的两个资产 应该是 Exxon和Evolution Evolution之前也聊的 有一些吧 没有聊太深入 因为我写的文章 应该会有更多的答案 我就没有在Podcast里面聊太深 但是今年的Q3之后 Exxon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我觉得两个变化吧 第一个变化是 它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 已经变得更加完善了 那飞轮已经很明显了 第二个变化是 它在所涉及的这个产业链上 会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导致它最终 它认为它的TAM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举个例子就是 它可能会说 它重新要把 民用的那块捡起来 民用的业务 它准备拿起 它当年不太被看中的 那块消费级产品的 这个业务 就举个例子 它要推出一个 手机级别的产品 就是普通人手机级别 能安装的应用的产品 那我相信这个产品 会和它上下游收购的 一些企业进行联动 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 会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现在而言 911的那种报警方式 会显得很落后了已经 然后你的手机 其实已经是可以提供 相当多的数据的一个设备 而它所能向警方提供的 这个数据的这个效率 远比你打电话的 那个效率要高得多 所以其实是应该有一种 新的方式出来 去允许大家在紧急的情况下 去做一个新的报警的 一个流程的一个产品了 那Exxon其实说回来 它是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公司 现在回头来看 它是一家很典型的 所谓的叫任务驱动型的公司 就Mission Driven的公司 那它的任务很简单 它就是十年以后 它希望可以使子弹消失 也就是没有人会 因为子弹而丧命 那显然这个理想是好的 但做到嘛 可能不太现实 但是它会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我觉得这也是 我比较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因为当你着眼于 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反向思考 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 从你如何去从 从业务的角度去 去改善目前的情况 一步一步的改造现在的系统 最后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当你面临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先想清楚 从哪里开始着手 哪些解决点能提供商业支持 让你一步一步达到 这个最终的目的 所以话说回来 那民用级别的Tazer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了 这个民用级别的 这个电机产品 其实老早就有了 但是我们现在 身处的这个年代 对于美国的那个 生活环境 或者说支把环境 在已经有了不同的 这个社会背景嘛 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产品 民用级别的产品 可能会有更多的用处了 以及更广泛的使用场景 那关于社会背景 这个以及时代背景 就不多论述 有关于这个产品的 明确的一些细节 也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我觉得 就是刚才讲过 在产业链上 这个公司的飞轮 已经慢慢的 很明显已经转动起来了 就是在前几天吧 你举个例子 Exxon 它有一个新的产品 叫Exxon Justice 这个系统刚刚发布 其实这个系统 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了 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Exxon转型做云服务 它已经是期望将 警方 检控方 法院的系统完全连通 证据链一条线 从案件发生到案件审理 全套流程走通 走通都用它的 这套信息管理系统 对吧 那直到今天 其实Exxon才推出 专门针对于 检控方和辩护方的 这个系统 所以可以讲 一路走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行业门槛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现在你可以说 Exxon已经打通了 这个检控方和律师的逻辑之后 就意味着 证据链的流动 证据链的流动摩擦 在司法系统以后 会逐渐逐渐渐降低 那你就省去了 大量的人力 因为 同时可以提高 司法效率 那这个部分 对于 不管对检方来说 还是对 变控方的律师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高 所以即使你只是减轻 他们可能20% 25% 30%的 这个工作 工作 负荷 那最终可以 使得整个大量的 这个效率被释放出来 对吧 所以这家公司的使命 其实不仅仅是 解决这个事情 而是在达到这个 他最终的目标之后 不断的去改善 目前的整个行业的 这种数字化的进程 应该这样讲 所以Exxon 也在不断的 一个进化过程中 我个人觉得Exxon 其实从年初 到现在观察下来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值得我持有 很久很久的一家公司 它可以看 非常长的时间 可能10年 20年 30年 都 30年可能有点远 20年吧 20年 它应该是 能持有的一家企业 就它现在的逻辑来说 那 下半年 我最喜欢的一家企业 是Chris跟我提到过的 其实也不是 是我 我也知道这家公司 但是他稍微看了一眼 他跟我聊了一下 我刚才打完电话之后 我仔细的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家公司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刚才聊的 博彩行业里面 iGaming的领域 就是在线的赌场业务 那Evolution 就是针对于这一块业务 去做2B的 2B产品的 那它可能对一些投资者 比较陌生 因为它不在美国上市 我本人一直都比较关注 这个OSB的领域 就是Sports Betting的领域 所以导致我可能 在iGaming的领域 就目前的阶段而言 之前都有点 有点疏忽吧 因为我对它的理解 不到位 有一些地方是误解了 所以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Evolution 在整个的 这个博彩业的数字化 在线化的发展过程中 它是一个 清晰得多的投资方向 那 而且整个产业里面 就只有Evolution 一家巨头 就只为它一家 Evolution是一个 2B的公司 也就是意味着 它并不直接参与到 iGaming的用户 收 就是用户接触的环节中去 它不需要去找用户 它直接和B端的用户 进行分账就行了 就是客户 它B端的客户进行分账 那我之前对于 iGaming是有严重的误解的 因为我认为 iGaming的本质上 是只能提供 很老旧的规则 在老旧的规则之下 去进行框架内的重新设计 比如说传统的21点 或者说传统的俄罗斯轮盘 你就只能是 以它们现有的规则 去进行创新 而不能在规则之外 去做任何的 这个新的游戏 那显然结果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之前对他们的理解 是太片面了 就是没有去仔细研究 想当然了 iGaming游戏在 Evolution的手里 其实就跟你设计 网游类似 因为只要符合 大树逻辑的情况下 装家House Edge 仍然在装家这头 那就没有任何 居属理论上来讲 它们可以设计 很多很多新鲜的东西 进行大胆设计 iGaming的可能性 就远远超乎了 我当初的假想 不过你要意识到 这个公司本质上来讲 他们设计的这些游戏 并不是直接卖给玩家了 对吧 他们是要卖给赌场 他们是卖给赌场运营方的 所以他们的逻辑 创新的逻辑 本质上是要说服 这些客户 我的游戏会有很多人玩 而且你买了我的游戏以后 运营的话 你最终还是能挣到钱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Evolution 甚至是故意降低了 House Edge的这个优势 所以短期来说 你会发现很多 B端客户会有很多疑问 就是说他们说 你这样做会不会 让我赔钱 或者说长期挣的钱变少 有意思的是这种行为 反而没有 并不会降低 B端用户的一个长期收入 反而有可能会增加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就有点像Costco 它没有把单品的价值 这个可赚的钱 给放大到最大 而是把它压到最小 但是呢 反而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挣到一个更长期 更稳定 更多的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公司 那赌场那头往往呢 它 为什么它不能做 Evolution的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创新能力 以及运营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线上的管理能力 所以干脆我就直接买你的 这个游戏解决方案就行了 那这样看来 我的这个部署iGaming 这个方向的成本是 转型这个成本是最低的 传统的赌场 赌场运营方 我只需要负责引流 就客户端还是我自己的 所以用户还是我自己的 其他的我就交给 Evolution外包来解决 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那目前来看 没有一个公司 同类型的公司 可以跟Evolution 去进行对比 它还是一个很头部 就是头部效应 很明显的公司 虽然有类似的同行 提供这个相同的服务啊 但只有Evolution的编辑效应 其实是最明显的 目前来看是这样 因为之前 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报道 就是甚至有一些 那个违法犯罪集团 他们甚至都是用 Evolution的游戏 来来进行 做资金池的这种玩法 那由此可见 他们为什么不自己搞一款呢 这样不是可以挣得更多吗 那没有 他直接拿Evolution 说明其实Evolution 做得太好了 在Igaming领域 其实Evolution 已经是一家独大的 现在来看的话 那随着北美 整个市场进一步的 在明年估计会进一步放宽吧 然后有更多的产品运营落地 所以随着同时 就是刚才聊的 那个技术的进步的一个逻辑 我认为整个Evolution 在后面几年的发展 还有很长很长的空间跑 第一个是因为 它的头部效应很明显 那第二个是因为 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不肯定 完全不肯定我认为 虽然最近半年 出现了很大的跌幅 很多公司 尤其是这个领域的公司 Igaming也好 还是这个Sports Betting也好 但是这并不代表 整个行业的这个趋势 发生了任何改变 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有些人会说 是不是未来自由心经流的 这个逻辑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也没有 就是是不是去年 大家太乐观了 觉得他能赚很多钱 然后今年发现 调整了以后 这些公司不值得这么多钱 我觉得好像这样理解 也不对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他们这样的观点 那就这个也就讲到这里吧 就今年看的两个资产 很有意思 一个是Exxon 一个是这个Evolution 那最后聊一聊 一整年下来的一个感受吧 就一整年下来 其实许多持有的公司 你会发现在2020年到2021年 这两年也就只是公司发展的 一个阶段而已 虽然有些公司在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这个业务的转变的原因 有比较大的转型的动作 但是最终还是他们发展的 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 一个阶段而已 所以去年 比如说很多人高喊 迪士尼的那个Disney Plus 开始追赶上这个Netflix 然而Netflix今年就开始 这个转型加仓做游戏了 去不断地收购游戏资产 收购游戏工作室 收购IP这个持有商 那你回过头来看 迪士尼今年的发展 就没有那么丝滑的一个 线性增长了 它好像就是踩着 Netflix走过的路在走一样 就是你不能跳过这个 这些坑 有些坑是跳不过去的 只能这么讲 所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 就是成功 作为一个持有四年 迪士尼的人回头看 会觉得老实说 如果你回头看的话 你会觉得不如持有四年的Google 持有四年的Amazon 持有四年的Apple 持有四年的NVIDIA 持有四年的Netflix 持有四年的标普500 和纳斯达克100 所以持股体验和这个 持股学习过程而言 我觉得2020年和2021年 都只是短暂的特殊的两年而已 那纵观迪士尼过去的历史而言 它在大环境的变化下 总能存活下来 并且完成进化 不管是这个流媒体 还是未来的什么Metaverse 还是任何形式的交互体验 你都不能脱离核心的 所谓的storytelling和核心的IP 那我每年几乎都要重复说一次 不管迪士尼怎么样 它都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假设它的核心的基本能力不变的话 所以每一代人都有 每一代人的那个大时代背景的变化 不过每一年都会有人跟我说 你看股价增长不好 所以公司转型好像也不是那么线性 可能若干年以后 那就好像曾经提到过的 那几家公司所遇到的困难一样 迪士尼也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 完成自身对大环境的适应 并且贡献非对称性的回报 也就是说 它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可能也不咋地 但是在短时间内 它可能会急速上扬 这种情况很正常 那对于时间 对于迪士尼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平顺的滑梯 它应该是一个相对陡峭的 但湿滑的雪道 那在过去可能还会焦虑一下 那说今年为什么表现又不如预期了 虽然去年是达到预期了 我甚至在去年能买到比2018年2017年还划算 还划算的价格去补仓 但是现在不同了 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 那你就会更加长远地看待这家公司 以及更加长远地期望去持有它 那有太多太多的资产是属于一个变化中的过程 但是股价的波动其实早已超越了那个基本面所能诠释的范畴 我们在一年又一年的波动里 不断地怀疑验证 再怀疑再验证 不断地在重复这个过程 所以2022年不管是一个上涨的市场 还是一个下跌的市场 最终只是一个阶段的一部分 你肯定会有新的发现 也会有看错的地方 我们只要核心的重仓的部分不出现问题 长期就不需要太担心 至于回报率这个东西 坦白说谁又能控制得住呢 长期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去看指数基金的原因 因为最终你研究不过来 或者说你脑力出现了下滑 那指数基金还是更好的选择 重复一遍讲这个逻辑 今年的最后呢 是有一个彩蛋的讲到现在 那开春的时候是会分享一下 这个公司的研究内容 这家公司是瑞典的游戏公司巨头 Embracer Group 这家公司的运营模式 以及整个的业务逻辑 比较特殊一些 我觉得它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 但是它并不起眼 因为它并不在美国上市 它甚至不在瑞典的主板上市 暂时在瑞典的一个创业版 所以我认为它虽然不起眼 但它有可能会变成我最欣赏的资产之一 他的公司的CEO 这个叫Lars Winchforce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且传奇的人物 他虽然没有那么出圈出名 但是在业界内应该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人物 我觉得我会在2022年重点看这家公司的发展 最后其实说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觉得想聊的都已经聊到位了 有一些资产我没有聊 有些公司比如Spotify 比如Roku 我觉得可能这些公司 要么还没有到一个特别需要去聊的阶段 要么就是已经有公开的信息 聊得比我更透彻或者说理解上已经很完善了 就不需要去进行补充了 平时有很多零散的一些讨论 或者说更细节的一些分享 都其实在微信群里完成了 就没有特别的写文章 或者是放在podcast里面去分享 因为我觉得聊得太细的话 就目前的一个录制的状态 不是很合适 就好像之前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说 如果是单对单 或者说单对多几个人的状态 去聊一下投资是很合适的 但是我自己去总结下来的话 我可能写文章的方式会更适合一些 不过最近这个几个月 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去救某一些资产 写太长篇的分析和追踪 接下来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会以分享podcast为主吧 然后最后想跟大家聊了一个 比较随意一点的观点 就是说今年最后看到下半年 可能有一大波下跌 导致像ARK啊 像过去去年那些被追捧的成长股 下跌下来以后受到质疑的一些观点啊 我觉得整体来说可能 主要是市场的情绪面发生了变化 倒不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有明显的波动 因为疫情的反复 所以导致一些业务可能会在某些程度上出现 波动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历史转换点上 因为疫情的影响确实很大 那本来公司的业务发展也不是像 那么的一条线性的往上走的 你就不能强求说 它不可能出现嫉妒性的波动 有嫉妒性的波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核心点还是在于说 很多人会质疑去年的固执是不是太高了 是不是透支了未来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有些公司很好算的 我觉得有些公司比如纳飞 Netflix它非常好算 那去年到现在虽然有波动 虽然有中间有各种这样那样的过程 假设没有犹豫游戏这种爆款出现 它依然其实去年看的话是很便宜的 就今年的逻辑来看 抛开游戏这个点不讨论的话 那别的公司我觉得比如像Roku 像迪士尼 其实刚才聊的迪士尼 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就是跟去年的基础上比 这些公司虽然在疫情的反复过程中 有的受益有的受损 那整体可能还是下跌为主 并不代表在基本面上 这些公司出现了多大的向下波动 或者说衰退 这个谈不上这些问题 更多的其实是在估值的逻辑上 很多人觉得去年的估值是不是太高了 你如果用高增长的一个观点去看 他们能不能维持这种状态 那也就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就是你得思考一下 这些季度性的波动 它到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这些季度性的波动 它到底是一个短暂的出现 向下波动几个季度 之后就继续向上 还是说它向上向下持续维持 或者说只是一个几个季度以后 就不再增长 就一直是平缓 你会发现 你得遵循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不是纯估值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你出价太高是肯定有问题的 最后你如果出价已经远远超过 它未来这个市场所能承载的一个 潜在的收入上限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现在来看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支撑下跌 而是一个纯恐慌式的 这个认为估值过高 认为有泡沫 认为所谓的价值资产更好的 这个点在推动 避险的资产点在这个推动 这些下跌 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过了 但至于你该不该在这个时候买 比如很多人说阿里巴巴跌这么多 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买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回答 因为阶段性的底部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或者说有没有更极端的情况出现 还是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明确的一个点是说 起码在我看的这些公司里 绝大部分都是全球化的资产 而全球化的资产 在增长的过程中 即使最终它出现波动 相对来说 单个地区的业务波动 是可控的业务波动 不会造成整体业务出现不可逆转的下滑 或者较长时间的冲击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投资中概股的朋友 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其实今年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决定之一 也是基本上把中概股清空 然后投资于更加全球化的资产 并不是我不看好中国的发展 或者说我不看好中概股的发展 中概公司的发展 这个概念下里面还是有很多好公司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以美元的逻辑去看待投资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就必选项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钱放在这个地方 才会有好的回报 有太多太多值得我去看的优秀资产 它全球性的资产的优势也就在于此 你不会受到单一的任何的因素风险影响 而是综合性的风险因素影响 而这一点在我看刚才说的那个 embracer group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感触的 就是一家全球全球化的公司 其实相对来说 要比一家基于国内的游戏公司 一家全球化的游戏公司和一家基于国内的游戏公司 相对比的话 它在资本层面 它在一个寻找优质资产的层面 它在运营层面 它在很多层面 它在说服这个优秀的人才加入层面 都要远远超过于一家在国内运营的公司 在国内研发的公司 就当你立足于全球市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家公司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而你只是一家单一市场的公司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尤其是你这个公司业务是在国内 因为你需要有审批啊 审核啊 受限于版这个这个版号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全球化的资产 除了这些这些原因以外 它在融资方面 它在资本合作层面 它在资本的运作层面 都要远超于单一市场的公司 所以你仔细这么理解下来 只要是这个市场不是由一个单一地区 或者国家主导的 那全球化的好处一定是大于非全球化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去理解的时候 就会感叹于 其实好的公司还是要走出去 就国内的公司其实还是要走出去的 不走出去的话 就会慢慢的慢慢的 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 落后于国内 国外的一些优质公司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其实国内的一些优质公司 也在逐步逐步的往外走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大趋势了 因为最终公司而言 尤其是这种轻资产公司而言 你最大的财富 你最大的资产 对于股东而言 就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和优质的人才网络 只有全球化的公司 做得好的全球化的公司 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最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年在业务层面 就是策略策略层面去理解到的这一点 就是好的公司一定是全球化的公司 而且全球化的程度越深 它能调动的资源 它能整合的资源 它能操作的运作的层面 就会更多一些 可能性更多一些 比如Netflix 比如Netflix 其实今年早一些分享的时候 它已经很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例子 由于游戏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这样刚才所说的那种逻辑之下的产物 对吧 大家仔细去想一想 会发现确实是如此 你会发现优质的公司 在过去几年 做得好的优质的公司 几乎都不外乎于有这种逻辑存在 好吧 那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那2021年也快结束了 那在这里就先提前预祝大家 2022年新年快乐 我们新年再见 谢谢